欢迎来宣扬台湾美食中华民国观光局呢 特别在美加地区专选出三位顶级的名厨 到台湾进行美食品尝之旅 并拍成纪录片在全美的发现频道来播放 而观光局呢也特别在纽约呢 邀请了名厨来现身说访 八天的台湾美食之旅 让纽约名厨费拉洛爱上了台湾 面对在场的150位美国主流媒体和旅游业者 费拉洛强力推荐一定要到台湾旅游 因为台湾有太多美国吃不到的美食 为了展现他在台湾学到的新厨艺 费拉洛特别展示了他新研发的台菜 就是这道海鲜鱼浆 最特别的是在他的佐料 而这趟八天的台湾美食之旅 也被拍摄成30分钟的纪录片 名为品尝台湾 预定于1月12号在全美的发现频道播放 让美国的观众也能见识台湾美食 台湾的观光宣传真的是打很大 有美国民主操刀 再加上主流媒体曝光 目标就是要全力打入美国的主流社会 以上是东森新闻记者 王映如台湾姐来自纽约的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